问一下陈一辉老师 您是同意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答案 同样给我们三个方向 我先说一下证券吧 因为证券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在前期也是在关注 也是在讲这个证券板块 在昨天我看到了像证券日报 包括像上海证券报 其实单独的拎出了一个证券 东方财富 整体来讲东方财富上半年是 净利润是44.44亿 整个来讲的话增幅是19% 这个其实来讲的话是比较明确的 那么同时我刚才看到像培育钻石 也是由于业绩的一个增幅确定性 所以说我认为今天来讲的话 对于证券板块最为重要的 还是先看东方财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来讲的话 从最新的一个数据 北向资金可以说是 大幅的净流入这个东方财富 而且是基本上流通盘 占的是第一名 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单独拎出东方财富 因为我主要研究了一下 我看到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它的自营业务 自营业务是优于其他的 整体的一些券商的一些业务 因为从今年的1月份到4月份 市场连续震荡下行 很多的一些券商的自营业务 可以说是亏损 但是东方财富是大举盈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它的经济业务 因为它是互联网加证券 所以说带来了业绩的一个持续性 一个上行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融资融券 它的融资融券业务 也是形成一个大幅的预争 所以说对于后期来讲的话 我认为首先证券 我们要关注龙头 这也是我们在前期已经是确定了 而且现在是8月15号之后 整个的一些不好的上市公司 或者是业绩开始陆陆续续公布 因为要在8月31号之前 必须要公布满 整个1月份到6月份的半年报 所以说我们现在 其实主要的基础点 第一点我认为是业绩的确定性 那么这种业绩确定性 比如说今天我看到像您的时代 对吧 然后目前是一个震荡反弹 包括贵州茅台 在这两天 应该说这两周吧 整体来讲的话 业绩增幅是达到20%以上 这可以说也是超预期的 所以说市场的资金 我认为首先集中在这些龙头 包括核心资产类的 以及在近期 我们从现象上看 很多的一些创新的电池 什么套抗电池 什么钙化甲电池 等等的各方面电池 都有翻电池 那么好 宁德时代是属于电池的龙头 对吧 而且市占率也好 都是可以说是各方面 包括像出海 像比亚迪也好 包括尼德时代 都在相应的海外 已经开始建厂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开始 如果说从中厂起来说的话 关注宁德时代 贵州茅台为首的核心资产类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我非常同意 刚才秦选老师讲到的像半导体 我们需要关注 因为它要切换的话 它一定是一个从之前的新能源 整车切换到像一些低位的 包括像一些国产替代的 这个来讲 我们在前期讲到半导体 目前是国产替代 后期会不会是由供需矛盾 所带来的上涨 这个其实是一个关键的核心 像就是半导体这一块 第三个其实我认为 我们要看一下 比如说像株洲期之类的 因为在前期来讲的话 猪肉板块有一定的反弹 目前讲话 猪肉板块 我认为可能会不会受到一些高温 整体来讲的话 会产生一些这个存烂量 相应的形成一个下降 那么对于后期中长期 我认为是有利的 市场在这个阶段 如果宏观经济数据不及预期的时候 可能市场对于 不管是资金 不管说预期也好 它会有一定的降速 后期我们等的是什么 还是刚才我们强调的 就是一 我认为是等政策 下一阶段 到底往哪方面发力 是比如说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还是消费这块发力 因为汽车板块 该出的利好的效益都出了 好了 其他的一些对于家电也好 对于其他的 我们看到的该出也都出了 比如说绿色智能家电 对吧 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 像这个格力啊 美地等等的 这些加用电器能不能反弹 但是从过前两周 我们看到出了一个效益之后 整体没有形成一个大幅反弹 也就是我们消费 也在开始形成一个降速 包括像房地产数据 也是有一些降速的话 那么后一阶段 会不会是以基础设施建设 或者说是以财政政策 这块为首的 这个其实我们要看 所以说下一阶段来讲的话 可能我们的节奏要变慢 节奏变慢的话 这对于中长期节奏变慢 短期而言 还是像秦选老师刚才讲的 比如说新能源 新科技这块 新的这种产业升级这块 这是我们需要聚焦的 所以这个阶段 其实指数吧 还是属于是在 整个大的宏观经济 尤其是经济 目前是属于压力的情况下 是宽幅震荡 但是对于板块来讲的话 我其实认为 板块的表现 要比指数表现好 好 一个是第一个 讲到了一些核心资产类的 对 半导体 第二个半导体 第二个是半导体 第三个是诸周期 一样